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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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卦卦卦卦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冬天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冷 我们终于赶到立冬之后 这个天气是迅速的寒冷下来 一股寒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且进入到11月份 也是到了一个真正冬天开始的时候了 那么就算寒流过去 气温也不会回升到10月份那么高的一个状况 天气冷的时候 大家就感觉到 哎呀 这个明显就想多吃一点 温热的东西 然后也会更加的愿意在屋里宅着 平时喜欢运动的现在会一出门觉得冷风呼呼啊 不如在屋里暖和着 最舒服的是把壁炉打开 看着电视吃着爆笔花 这就是我的两个孩子冬天的时候 这个周末在家最享受的片段 可是有时候啊 我也非常羡慕孩子们 他们精力旺盛 天冷也还会有很多的运动 足球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 就算在屋里两个孩子这个追着跑 他们每天都会消耗掉很多的热量 而且小孩在长身体的时候啊 你看一个星期不注意 你就会觉得他个子一下就长高了很多 所以对于生长期的孩子们 和他们的这种生活的状态运动量大 还有身体的生长需要 他们即使吃了那些爆笔花 看着电视 他也不会不一定会横着长 而是这个由于身体的消耗多 就会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不会有超重的问题 可是作为成年人 尤其是中年以后的成年人 这世界就好不公平啊 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 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在慢慢的下降 在你的饮食状态和食量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每长一岁 身体的代谢慢一些 那你饮食量不变的情况下 你的体重都会稳步的增长 这个腰间的这个腰围啊 想要控制能穿原来的牛仔裤 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说为了减肥啊 很多人真是想尽了各种法子呀 那么这些天呢 就有一件爆炸的新闻又爆出来了 我就觉得这个 以前跟大家开的很多玩笑 现在都成了真了 他说这个减肥谁不知道啊 不就是管住嘴卖开腿吗 所以有人说啊 可是我又管不住嘴 我又卖不开腿怎么办啊 于是呢 这个就有人说 把那嘴就缝上啊 看你怎么吃 开个玩笑的话 现在呢 居然真的有人为了减肥 就把牙齿给缝了起来 上个锁了 这所谓的强制的减少进食啊 那简直为了减肥 简直是要拼了老命了 哎 这个减肥到底有多重要 这话题我们先放在一边再说啊 确实很重要 因为过了中年 体重不维持好的话 这个体质率超过多少 三高啊 健康问题啊 形象臃肿啊 老太隆重啊 这各种各样负面的东西就来了 当然瘦也不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但是保持一个正常的体重 确实对于健康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对于美国这样 这个有大部很多的这个人 超重这样的一个社会问题 每年真的是在在对于超重人群的健康的医疗费用上面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所以减肥的重要性咱们就不说了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聊这新方法是一个什么样的 哎 最近呢 在南非的一个妹子啊 叫做艾威尔就因为这个极端的一个办法被很多的网友围观了 这个南非的黑人妹子呢 长得还挺漂亮的 哎 今年夏天呢 他就找到了一家诊所 要求诊所往自己的牙齿上缝一些金属线帮助自己来减肥 那这个诊所呢 看来这个手工娴熟啊 夸夸夸夸 并没有拒绝这妹子的要求 直接就给他缝上了 可以让这个上下排牙齿几乎必合的一组 这个金属的短线 手术的过程肯定是不咋舒服啊 那麻药还是用了的 用了的话呢 也能够看到照片上 这个妹子她是把她这个 做这个金属缝线的过程铺在网上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热搜的一个新闻 那么表情也能够看到 这事绝对不是那么舒服 虽然用了麻药痛感还是有的 哎 可是呢 为了美 那真是拼了 真叫咬牙坚持啊 直接上阵 那么这个她向海外的抖音用户分享了自己做的这个牙线啊 妹子自己本身的牙挺白的啊 我们看黑人很多黑人的牙齿白白的 这个妹子也是牙齿挺白的 然后这个这个金属的牙线呢 大概是坐在这个一侧的这个固 应该是两侧就是从后排牙齿开始 就从大牙那几个一直到了这个大概是犬牙那个那个后面那一排 他都做了一个上下的这种像编织这种这种结构的 哎 这个做好了呢 照片上看上去还还挺有挺有艺术感觉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大概跟这个当时做这个儿童金属牙套的那个就是矫正牙齿的那个手术有点类似 他在牙齿的表面好像沾上了一些这些能够那个那个金属一样 就大概是补牙类的那种东西我感觉是 然后呢 他就把这种金属的线呢 就像这个交叉一样在牙齿表面的那个东西上勾住啊 然后再下来就这种S型的把上下牙就就用这种这种贴在牙齿表面的这个金属啊 和这个金属线就固定上了就Z字形的S字形的 那么这个这这这牙就真的缝上了 缝上以后呢 就是说你的牙齿两个牙齿之间的那个几乎就是不能嚼东西啊 一个很小的缝隙 就是能喝东西 你能只能喝流质的食物啊 然后这个上下牙几乎是完全就合上了 哎呦 这这事可真是难以想象啊 在现在社会当中 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那么这个这个牙线固定好了呢 这个当然这视频是为他带来了很多的很多的围观者 点赞数啊瞬间就超几万 哎 这个把牙齿缝上的举动 大多数人看着的这个点赞其实是觉得好奇啊 这个就好奇心害死猫 就是看看怎么回事 哎 如果我看见这个 我可能也会给转给朋友们 当做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去去看 实际上呢 他这个视频上你看这个妹子的脸啊 作为一黑人你看不出他是一个超重的人还挺漂亮的 然后这个脸的外形也是干净利落 看上去不像是一个超重人士 但是你知道这个人种不同啊 这个肥胖的方式也不一样 很多的黑人就像这个南非的妹子一样 这个脸看上去很正常 不是这种看上去就肉肉种种的 可是呢 他的下身 还有都是超级大的 这个胸超级大 屁股和臀尾 这个地方就就迅速的 不大成比例的这个突就的胖了出来 那么 他说了自己呢 这个减肥也不光是外貌的原因啊 哎 那你看他的这个 这个身材属于这种 超重人士里面 也是相当不健康的一种形状 不是那种胖的非常平均的人 而是这个主要是胖在这个中段的部位 大腿啊 臀部啊 上身是腿积了大量的脂肪 而这个真正让他下决心减肥的呢 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胸部 这世界啊 真是太不公平了 对于胸部过于丰满的妹子们来说是烦恼 可是对于很多胸部平坦的女性 又疯狂的想要隆辱 可是呢 这个胸部太大的女士们啊 她们 有时候真是不得不去选择这个做缩胸手术来去掉胸部过多的脂肪 很多的女士在手术过后也反馈 缩胸的手术让她们生活的质量是大大的提升啊 胸小当然有胸小的烦恼 胸大也有胸大的烦恼 那么碰巧的是呢 这位南非的女士就是因为自己的胸太大了 那她就成为了一个想要这个做这个缩胸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整形 让胸部变成一个正常大小的一个女士了 那么于是她就去咨询一些这个整形医院啊 希望做这个缩胸的手术 也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可是在咨询完这个条件之后才知道啊 要做这个缩胸的手术 自己还不满足于手术的条件 因为做缩胸手术要求患者身体的BMI的指数 也就是这个脂肪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指数低于30 她才能够防止在这个缩胸术后啊 出现一些不良的并发症 于是呢 她知道这个硬性的要求之后就想 那只能是先减肥 然后才能够达到这个BMI指数低于30的这个条件 于是呢 她就尝试了各种减肥的方法呀 什么在全世界都非常火的 间歇性进食法呀 通过减少食物的这个热量的摄取啊 忍肌挨饿来控制体重啊 这些各种方法也还是真的有用啊 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通过这些间歇性进食法 瘦掉了12公斤 大概是24斤 大概就快30磅左右吧 按说呢 这个重量也不少了 所以这个减少了12公斤啊 还是远远没有使她达到这个 低于30BMI的这个手术的条件 后来她发现呢 用这个原来的减肥方法 怎么再间歇进食啊 这体重掉了这么多以后 就到了瓶颈期就不往下掉了 那么在南非这种通过缝上金属线 使上下排牙齿没有办法张开 哎 强制的是患者采用这个流制饮食的方法呢 最近几年也是风靡在女性人群中 他们大多数的人是听周围的人的成功案例之后呢 于是自己也去了这个牙科诊所 要求医生给自己整上一套 有一些南非女性呢 也在YouTube上分享和记录了自己锁牙的一些经历 也直接称了自己牙齿上的金属线 叫做减肥线 由于呢 急于减肥的这个 阿维维呢 也很快知道这个极端的 但是据说有效的办法 那么对于 她用这个间歇性饮食法 其他方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之下 她就只身去了诊所 牙科诊所去安装了这一套 这个缝牙的这个金属线 哎呀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德州中文台的 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上半段节目呢 跟大家聊了一个 这个在南非啊 就有一些 为了减肥的女士们 使出这种极端的方法 把上下牙呢 暂时的用金属线缝合起来 哎 就做到了这个 管住嘴 卖开腿啊 这卖不开腿 就管住嘴 缝住嘴 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减肥 那么这个 阿维威 就是这名南非的女性 她在把自己这个缝牙的过程 整个 铺在这个TikTok 美国的抖音上面之后呢 也是 引起了全世界的网友 和美国网友的一个关注 这些我们曾经 就是在这个开玩笑里的时候 说过的话 现在真的居然有人做 而且呢 居然也有牙科医生 会给你这么做 哎呀 这就你知道 有时候呢 这个一个国家的法律 是多么的重要 这事在美国是 不可能会成型的 那么这个 那阿维威呢 在安好了这个基础线之后啊 它的拆线时间是在七周以后 七个星期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啊 大概就是快两个月 差一周到两个月的时间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一段期间 这个阿维威 只能通过改变饮食 依靠流制食物 为其身体的一个 营养所需和能量 那当时他去 超市采购食物的时候啊 他也是 一律买那些不需要咀嚼 可以喝下的流食 他在家呢 也会自制一些健康的流食 比如蔬菜汁啊 水果冰沙啊 还有热腾腾的肉汤等等啊 那么 他都把这些食物啊 的recipe啊 怎么做啊 都铺在他的这个TikTok上面 当然也是得到了很多人 好奇人士的观摩 这些流制的饮食啊 他每次在食用之前 都把这些大量的 大颗的固体食物放在一边 那实际上喝下去的 就是半固体和液体的那一部分 我是看照片啊 他这个牙缝的真是 不是一般的小 就前面也没有多大的那个缝 因为他可能啊 因为平时你不吃东西 牙合着 他那个馅大概也是不能 弄得太松那种 anyway 看着挺可怕的 嗯 怎么喝呀 哎呀 哎 当然也有也有人问的说 这个七周的时间里 你是怎么忍受着没有办法张开牙齿的这种啊 不适的感觉和难受呢 他说那没辙了 基本选择沉默做人吧 并且刻意避开那些美味又不可得的各种啊 这个吃好吃的食物的固体食物啊 这这当然是相当的难熬 但是比起你看着美丽的食物想忍住不吃的那个难度来讲 现在牙齿缝上了 哎 你你也就没盼想了啊 直接就就逃避 美食 你也想了别想了张牌嘴 那还有很多的网友很好奇啊 你这七个星期的时间牙被缝上了 那你怎么清洁牙齿呢 既然没有办法用牙刷刷到两排牙齿的内部啊 那么这个 RVV表示他都是用漱口水来清洁口腔和牙齿的 那他还会发挥创意啊 用转动的舌头来按摩清洁牙齿 Oh my gosh 当然了 他个人非常高兴得到这么多网友的支持和关注 当然也为评论区的这些对他持不同意见的人呢 感到伤心 那总的来说呢 哎 肯定的声音是他不断发视频记录锁牙生活的这个动力 最后呢 就是他记录了这个七周整个锁牙的时间啊 那么这个南非的姑娘阿卫尾终于去诊所拿掉了这个缝牙的金属线 而这一天呢 他距离自己安装金属线的日子 总总是减了14.3公斤 大概就是30多磅的体重吧 那么RWAV对自己的粉丝分享了感悟并且确告大家呢 不要随意模仿 他说我知道这有一点极端 但是呢 他确实帮助了我 也帮助了所有的人 只有当你准备好 并且精神状态良好的时候 才能这样做 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 如果你有一个很情绪化 这样的一个美食爱好者 你是真的是谨慎选择 你可能会崩溃 那么再取下这个金属线 一天之后呢 二位为了犒劳自己 近两个月来的坚持 也特别跑去了 自己最爱的汉堡店 要了一个墨西哥胡椒汉堡 那么 为什么要等了一天 才去享用美食呢 原因是他的咬合肌肉啊 这些面部肌肉 由于这七天完全没被用过 变成了僵硬的状态 所以他需要等待一天 才能够让这些咀嚼的肌肉 恢复一个正常的功能 对于二位为了来说 这次的锁牙经历 可以说是非常值得的 在成功达到手术标准之后 他貌似又去接受了缩胸的手术 如今呢 在TikTok上面的他看上去更健康 他还坚持了锁牙期间一些健康的饮食方式 但是啊 医学界相关调查发现 锁牙期间的减肥是几乎肯定 一定会减一定的体重的 那你想 牙都锁上了 很多东西吃不了 能喝进去的东西啊 当然是非常有限的 然后 但是呢 这个长期啊 你是不可能这样吃的 所以一旦你这个牙线拆了 这个饮食习惯 你又不可能长期喝流食 或者是像你锁牙的时候吃的那么 那么 那么严谨啊 大部分人还会 这个体重卷土重来 甚至比原来还胖 而且对于一些情绪化的人说 还可能会引起这个暴食症啊 就这种叫报复性的吃 而 对于很多人来讲呢 这可能是一个 一个一个尝试的方法 但是 他还是有 非常大 医生说 还是有一个生命的危险的 因为 这种锁牙呢 它是有一定的风险 它导致你上下牙之间的 这个空间非常的小 如果这个锁牙的人 发生了呕吐 他可能会瞬间经历窒息 然后造成生命的威胁 因为 你突然要呕吐的话 这个呕吐没有办法直接排泄 就会堵住你的鼻腔和口腔 然后你就无法呼吸 所以那些负责任的牙科诊所 他们会要求使用者 在使用这个牙齿 这个缝合期间 随身携带一把小型的钢丝钳 就是随时能把那个 缝合的牙线剪开的那种钳子 就是一旦发生这种紧急情况 无论是什么时间 可以立刻找到工具进行自救 但是尽管使用期间 有这么多的困难重重 有生命的危险 可是如今 在南非这种减肥缝合牙线 倒是大有流行的趋势 在欧美地区 也开始变得并不罕见了 这事也挺让人担心的 你就不知道这些妹子 这东西在哪弄的 这就像毒品一样 有时候只要有商业价值市场 而只要有需求 你花钱 总是会有那些黑的牙医诊所 或者是无罩的人会帮你做的 为了赚钱 那么当然最初的时候 为什么是牙医做这个事 确实牙医的技术更好 最初发明这个技术的牙科 是为了固定线 帮助那些下颌骨脱臼 或者是需要固定保护外伤设计的 结果没想到 后来被大家给整成了这个 锁牙的变成减肥这事 这办法真是有点粗暴呀 哎呀 马上感恩节要到了 大家都面临着减肥的困难 不过这事说说就行了 真的不要尝试啊 我们不锁牙咱们还是管住嘴吧 好不好 好听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爱八卦就到这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